罗马书探索 9.肉体罪律,脱离得生 26.律法叫人知罪又犯 作者温正祥 人因罪性,便会从律法中生出恶欲 在他们肢体中发动而犯罪 然而,信主耶稣的人却不是这样 他们的行事为人,那要按着心中圣灵带领的信仰 而不按着律法遗文的旧样 以至结成永生的果子献给神 律法叫人知罪 这样,这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人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 他们就不知何为贪心 然而,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 在人心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人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因为不知罪而以为自己很好 证人君子一个 但是,在诫命搬下后 人内心里隐藏的罪就被挑起 他们也跟着犯罪而致死 正如六章二十三节所说 罪的公价是死 罪误导人取巧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反倒叫人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 借着诫命误导人 deceived 教里面的老我 以为只要做到诫命的疑问就好 这救人也就伺机 寻出许多巧技 找规条上的漏洞 努力表现在行为上 而自傲自意 内心的罪反而随着加增 使原本以为良善的生命 更加遭害